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FB粉丝专页和IG帐号 然后也拍了一两个影片 可是又要写文章 又要拍照 录影片 我觉得好累哦 而且我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怎么办呢 才一个月而已 你就在喊累哦 那我问你 分享这些知识对别人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有啊 我可是多年累积的经验 我分享了很多年轻妹妹不知道的事呢 而且我认真写的文章 都有很多人按赞哦 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好的开始哦 有人按赞就表示有人喜欢 虽然现在还没有赚到钱 不过呢 随着时间越久 追踪你的人肯定就会越多 赚到钱的几率就会越高啦 那我再问你一件事 你有没有把访客的名单给留下来呢 什么叫名单 要留什么名单呢 例如访客的姓名啊 email啊 手机号码啊 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到你的LINE官方帐号好友等等 也就是啊 关于访客的联络资料啊 为什么要留下访客的名单呢 不是让他们按赞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或追踪我的Instagram IG就可以了吗 你说的没错 但也只对了一半哦 因为我们在脸书贴文的时候啊 有按赞的粉丝 也不一定能看到你的贴文哦 事实上呢 能看到贴文的人 只占你所有按赞粉丝的 1%到6%左右而已哦 真的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以为我贴文之后 所有的粉丝都会可以看得到耶 你可以去观察一些粉丝数 高达数十万的粉丝专页 他们的每一篇贴文下面的按赞人数呢 可能都只有几百个赞 例如啊 二十万的粉丝专页 按赞人数呢 不到一千人 等于是不到0.5%的贴文按赞数 而且呢 目前这已经成为常态咯 如果是早期啊 比如说在2009年到2012年之间呢 Facebook在台湾啊 刚好是会员人数的快速成长期 那个时候去经营粉丝专页的成效 的确非常的好 几乎呢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粉丝 都可以看到管理员的贴文 因为脸书呢 它希望拓展会员的人数嘛 所以呢 会尽可能让大家接触到这个平台 通常在一个平台的会员成长的期间啊 平台本身都是在烧钱 没有盈利 只要目的呢 就是拓展用户的数量 这是每种社群平台运行的商业模式 等到会员数呢 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啊 就可以开始卖广告 并且呢 发想越来越多的盈利模式 可是Facebook发展盈利模式 为什么要降低我们贴文被粉丝观看的比例呢 这是因为脸书的盈利模式里面呢 有一项主要的盈利来源就是让 粉丝专业的管理员刊登付费广告 只要付费广告刊登的话呢 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贴文的内容啦 那如果大家都用免费的粉丝专业 就能够触及每一个粉丝的话 那Facebook就赚不到钱啦 所以我说呢 要尽量让免费触及的访客 愿意留下名单 那你之后呢 有新的讯息发布 就可以用群发的方法去通知他们 确保大家都能够收到你的讯息哦 另外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每一种社群平台都可能会有新衰期 当一个平台的用户粘着度开始下降的时候 那你辛苦的贴文呢 也就没有办法再有大量的曝光机会 所以呢 拥有这些访客的名单 才能够让自己未来的行销效果 去取得稳定的收入哦 那我该如何获得访客的名单呢 最简单呢 而且免费的方法 就是使用这个Google的表单工具 你去制作一个名单收集页 像Google表单呢 是在这个Google的云端硬碟 工具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功能 可以自己去新增栏位 来收集你希望访客来填的资料 比如说你要留他的姓名 留他的手机号码 或留他的email等等这些资料 那建立好这个表单之后呢 就会自动产生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会有一个特定的网址 以后呢 你只要在这个贴文的下方啊 比如说你贴在脸书的贴文 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留在下面 让访客去填写他个人的资料就行咯 所以Google表单就是一个网页咯 那如果有访客填写了表单 我该去哪里看到表单的内容呢 Google的表单填写的资料呢 它会集中在一个Google的试算表里头 你可以把这个Google的试算表当成是云端的一个Excel档案哦 所有的表单填写的资料 它都会一行一行的列在这个Google的试算表里面 而且呢 还可以去把它下载回来到你自己的电脑 然后变成一个副档名是XLSX 或者是呢 CSV的档案 也就是说啊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电脑 里面的Excel这个软体就把这个档案打开 继续做编辑 然后存在云端硬碟里的这个Google试算表呢 它会一直存在 只要你可以上网的话呢 就能够随时去登录查看 真是非常好用的表单工具哦 哇 真是太棒了 那我该如何登录Google表单工具呢 你只要有一个Google账号 就可以登录Google的云端硬碟 然后呢 你再按新增Google表单 就可以开始新增表单了 非常方便 等你收集越来越多的访客资料 万一呢 哪一天 某一个平台不流行了 例如说 脸书越来越少人使用的时候 那你自己手上有这么多的名单 就可以主动去发email 或者是手机的简讯 跟他们做联系 这就是把名单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好处 你要记得 社群平台呢 是行销的好工具 我们要上价去利用它 但是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哦 在可以用的时候呢 记得多去收集访客资料 才有可能让访客变成付费的客户哦 留下粉丝专业访客名单 确保粉丝收到你的讯息 让行销效果取得稳定的收入 制作访客名单收集页 最简单且免费的方法 可先申请Google账号 登入Google云端硬碟 按新增Google表单 就可收集访客填姓名 手机号码 Email等等资料 善加利用社群平台 多收集访客资料 让访客变成付费客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